菲律宾再创人海交 借着向人海交运送补给的机会 企图侵占我国的南海岛交 我们该怎么办呢 大家好,我是萧云华 近日南海传来一则消息 人海交事件再次出现了新的变化 据中国海警公布的消息 菲律宾补给船和海警船 在没有经过我们国家允许的情况下 擅自敞入人海交附近海域 对此,中国海警依发进行了合理合规的行动 中国海警证实 由于菲律宾船只并没有搭载违规的建筑材料 所以出于人道主义考虑 对菲律宾运送食品的船只 制作了临时性特殊安排 允许菲律宾船只向人海交 飞方的军舰输送生火物资 当消息发酵以后 一时间在互联网上引起了热议 不少网友对我国的做法感到非常的失望 甚至有网友认为 处理方式过意心慈手软 恐怕会让菲律宾政府得寸进尺 确实网友的担心不是没有道理 因为人海交是我国的领土 中国对人海交 以及附近海域有着无可争辩的主权 我们有权利直接驱逐菲律宾的船只 不让他们给人海交军舰输送我食品不羁 我没有把话说回来 这样一来一定会受制于兵 菲律宾政府会在国际舆论上打造受害者的形象 从而为每西方国家围堵中国提供口实 重要的是一旦我国采取强硬措施 很有可能让菲律宾内部原本侵华的人士 也不敢站出来替中国发声 会进一步恶化当前的中非关系 导致菲律宾彻底倒向美国 到那个时候我国在海上的地缘矛盾就会加剧 这种局面正中了美国人的下怀 要知道美国之所以出行几率的怂恿周边国家挑衅中国 它的核心目的就是想让中国对这些国家强硬起来 甚至是采取武力措施 恶化中国周边的地缘环境 一旦我国周边全是敌人 美国的目的也算就达成了 在当前中美博弈逐渐被热化的关口 我们只有把敌人搞得少少的 把朋友搞得多多的 才有可能赢得这场中美的斗争 因此我认为中国海警的处理方式 是最符合当前外部环境的策略 菲律宾运送粮食补给可以 但是不可以运送加固非方军舰的建筑材料 只要菲律宾没有办法对该军舰进行长期的加固 要不了多久 这艘破船就会自己损毁 到时候船上的菲律宾军人总不能在海上炮着 还是得彻离人眼交 当然了 我相信哪怕说了这么多 广大网友还是会有情绪 我能理解 所以再给大家分享两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 原本为了帮助菲律宾撑邀每日澳飞 四国在南海举行联合演习 有意思的是 菲律宾方面单独宣布退出四国联合军演 给出的理由也很不靠谱 说是菲律宾军舰加班无法承受 每日澳的舰载机重量 因此退出了演习 第二件事就是在近期 美国海军突然解除了 霍华德号导弹驱逐舰指挥官 警船舰二中下的职务 刘氏对他的指挥能力失去了信心 听名字就知道 这位美军舰长是日裔 并且按照报道所示 他是出了名的反华舰长 曾多次率领霍华德号 在南海参与对华行动 直到注意的是 这两件事都是发生在菲律宾船只 向任也交运送补给之前 所以说在一定程度上 我国海警之所以放行 是建立在菲律宾和美国 事先缓解冲突的前提之下 对方给了台阶 只要我国不想激化矛盾 顺势把台阶下来 也是最好的选择 好了 今天就讲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